各位媒体的先进朋友们大家好 各位全国的篮球球迷以及高雄一期直播钢铁人的球迷们大家好 我是高雄一期直播钢铁人总经理高景 今天呢我们非常的幸运以及高兴呢 可以在中午12点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正式跟林淑豪解下签约以及加入球团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 那我相信呢很多这个全国的球迷以及大南部的球迷们呢 都想知道就说接下来可能有几个时间点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不管林淑豪的什么时候来到台湾 我们时候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加盟的记者会 以及什么时候呢他要出赛的第一场比赛 这些时间点呢我们仍然都在跟林淑豪的团队继续的在洽谈当中 所以一旦我们有一个比较确切的结果跟时间点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好消息 那至于很多球迷想知道呢 为什么林淑豪会决定来跟高雄一期直播跟高铁人合作呢 那当然呢经过非常长久的洽谈 以及互相的沟通之后呢 淑豪也非常的认同我们的大南方发展的一个计划 他也认同呢可能在过去大部分的篮球商业的行为 这些职业篮球的比赛 还有这些台湾篮球的发展资源或者是呢 在这些表演的空间里面全部都在台湾的北部 那他希望呢可以借他的一己之力呢 来协助大南方篮球的一个发展 以及带给南方篮球大高雄地区更多更棒的篮球的资讯以及篮球的比赛 那这个方面呢是他认同的一个理念 所以他决定要加入我们球队 那至于呢对我们高雄一期直播钢铁人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 我个人认为呢在他的不管是打球的风格 他的leadership他领导的能力 以及这种拼斗到底的精神 都会带给我们大南方篮球更多更精彩的篮球的比赛 以及让我们年轻的选手资深选手呢 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或者是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的篮球比赛 那好了那最后呢我也在这边呢 在新年一年预祝所有的球迷朋友 以及我们媒体的先进们呢 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我们兔年兴大运